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樂觀地說 與中國的貿易談判將會取得成功 蓬佩奧向美國中西部愛河華州的農民發表演說時說 與中國達成的貿易協議必須是要可以強制執行的協議 蓬佩奧前往愛河華州幾日前 美國總統特朗普要求中國立即對美國農產品取消關稅 據《華爾街日報》的報導 特朗普和習近平之間的峰會可能會在3月27日左右舉行 《華爾街日報》